本节课呢我们会用之前做的那些模型搭建一个最后的最终场景 我们会讲到如何用图片做背景 然后我们还会讲到如何导入别人做的那些模型或者素材 如何使用其他的3D软件做出来的那些模型 比如说FBX、OBJ的那种格式的那些模型 我们还是接着我们第四章的那个文件记住做 因为我们所有的模型都在这里面 包括这些蘑菇啊还有这些袖堆啊 如果你不想建模的话你可以到附件去下载这些模型 我都做好了 大家可以去评论区的网盘或者说我的官网里面去下载咱们这个课程所需要的这些附件都是免费的 然后第五章有一个课件叫模型资产打开它 这里面有一些小模型 这个都是我做好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在咱们这个第五章的这个附件里面啊 这些修业还有这些花用到的建模技巧了 我们在建模片都讲过 我不想让大家把那个建模的这个摘线拿的太长 然后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学一下怎么去用别人的模型 怎么去做模型的导入 这些模型的材质我都已经上好了 并且备注好了名字 大家如果真的想学这里面某个模型的话 你可以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等咱们这个套课更完之后 我出一个翻外视频 或者说放在咱们的附件里面 大家自己下载去看 好那怎么把这个模型导入到我们这个场景文件里面来呢 我们这样把我们先建一个test的一个集合 然后你把手表点在这个集合上面 然后这样的话你等会导入可以直接就导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 好你点击这个文件 然后这边有两种导入方法 一个叫关联 一个叫追加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试一下关联 好你找到你刚才下载的那个模型资产的这个文件 然后点一下关联就进去了 或者呢你可以双击这个也能直接进去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文件夹 比如说这个materials就是我在刚才那个文件里面 我给他加了那些材质 并且备注好的一些名字 还有这个collection就是集合 就是你看我们那三个文件夹都在这里面 然后呢还有这个叫object 这个就是物体 就是我们旗号名字的那些模型 如果你要导入模型的话 你就不要到这个mesh里面 mesh里面都是这些网格 你不知道是哪个是哪个 你就到这个object里面去找到那个模型 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我刚才命过名的 那个叫郁金香 点一下关联 那么这个郁金香呢就被导入进来了 那有的同学马上就能发现问题了 就是这个郁金香导入进来之后 你不能修改它 你点tab都没法进入编辑模式 好我们再试一下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追加 我们点击文件 点追加 然后我们找到刚才的那个文件 再导入一个郁金香 好点击追加 那么这个文件就导入进来了 点一下记把落到旁边 你会发现这两个区别哈 关联的那只郁金香呢 前面有一个链接的一个小符号 你追加导入的那个郁金香呢 它就没有这个符号 而且你type可以进入编辑模式 而你关联那只郁金香呢 不仅没法进入编辑模式 你看它连材质都没法修改 但是你追加导入的那只呢 你看它的材质是可以修改的 如果你想修改这只关联的郁金香呢 它的颜色的话 你必须到你的原文件里面去改它 比如说给这个原文件里面 这个flower就花朵改成一个蓝色 然后我们回过来看看 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你需要呢先把这个文件 就是你改过来这个要Ctrl S保存一下 然后呢你再到这个文件里面刷新一下 那怎么刷新呢 点击文件重新加载 但这个时候你不要先 你先不要重新加载啊 你要先把你这个文件Ctrl S保存一下 然后再到文件重新加载就可以了 它会给你确定一下 你要不要重新加载 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重新加载之后呢 这个花就变过来了 关联适用于就是你的这个场景很大 你不想把所有模型的装在一个文件里面 所以你就不同的模型坐在不同的文件 然后把它们关联到一个场景里面 这样的话 你这个场景不会过大 而且你一个模型做好之后 你可以把它关联到各种场景去 缺点呢 就是你没法修改 优点呢 就是你可以改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 用到这个文件的所有场景都会跟着改过来 那追加的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直接修改 比较方便快捷 缺点呢 就是它会导致你的文件过大 就比较浪费资源嘛 好就是我们追加进来的这个模型呢 它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改了 包括它这个修改器 你可以通过这个 简易芯片修改器去改变它这个花的弯曲的这个程度啊 好 我们把这个关联的这个给删掉 我们使用这个我们追加导入的这个预警箱 因为它可以修改嘛 咱们这个场景不是很大 所以不用考虑什么资源占用的问题 如果是Blender的文件的话 其实你除了这种追加之外呢 你还可以直接Ctrl-C Ctrl-V也可以 比如说选择这个叶子Ctrl-C复制 然后到这个场景里面点一下 你点击这个文件加好 然后Ctrl-V 然后就直接粘过来了 你这种Ctrl-V粘过来的这种文件呢 是可以直接编辑的 但是大家注意这种有副子集的这种模型 你要先选出它的副子 然后右键选择层级 这样你就把这个子集所有的模型都选择住了 然后再Ctrl-C 然后再到这边Ctrl-V就能加上了 这里特别提一下 如果有同学你这个文理丢失了的情况怎么办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你这个着色器编辑器 这个咱们在这边讲过 然后呢 你找到这个丢失纹理 这里面看看是哪个丢失的 一般是这个就是这个图像纹理丢失了 然后你可以到这个附件去下载这个文明 比如说这个是用M收绘的这个文件包 在这个里面啊 点击这个Ctrl-C的收绘素材 这里面 这里面是我下我自己绘的这些素材 你把这个载入就可以了 应该只有这种调用纹理的这种素材 可能会出现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树纹的这个可能也会出现丢失的情况 打开这个文件夹找到这个树纹这个重新载入一下好了哈 因为它不在你本地嘛 大家还可以去网上去下载这种免费的模型 比如说像这种Free3D和这个CG Trader这种网站 比如说你在这边输入你想要的模型的这个关键词 然后搜索一下 你就可以下载到你想要的模型了 但是大部分都很丑 免费的都很丑 你可以勾下Free 然后在里面下载一些免费的模型 以后你自己会建模了 你自己会做材质了 你可以到这些网站去卖 你可以到这边去选择你想要的这种文件格式 未必非要Blender后续的文件哈 你还可以下载那种FBX和OBJ的这种格式的文件 那FBX文件怎么导入呢 我们这边随便用Free3D下一个来试试看吧 你可以点击这个FBX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FBX模型了 你看这边还有OBJ OBJ的很多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数字来看 你就知道哪些文件是比较流行的 好 我们拿这个房子距离吧 我们找到这个房子的模型 然后点开 然后我们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 好 我们点击第一个就FBX这个压缩包 下载之后把它解压就可以 好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哈 你看他一般会给你好几种格式的 他还送了你一个这个Blender格式的哈 这边还有个FBX 我们用这个FBX吧 因为我们要学怎么导入FBX模型嘛 那怎么导入这个模型呢 你可以到你的Blender里面 然后点击文件 然后导入 找到FBX这个文件 然后你找到你那个模型就可以了 点击这个文件 点击导入FBX 这个场景就被导入进来了 和OBJ格式也是一样哈 比如说我们下载一个 OBJ格式的一个文件 这辆汽车吧 然后下载之后 你把它解压缩到你的本地啊 你会发现在这个OBJ的这个文件包里面呢 会有一个MTL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不要删 你要保证给你这个OBJ文件 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它是一个材质文件 如果你不放在一个文件夹的话 你的这个模型显示材质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导入也很简单 就直接到这个模型的这个导入里面就可以了 正好给了新建一个新的空的集合哈 然后点击这个集合 然后再去导入这样的话 它就在集合里面不会散的到处都是 点击文件导入导入OBJ 然后再找到你这个OBJ模型 然后导入 好 你可以切换到这个渲染预览模式哈 这个材质的颜色不对 你可以点击这个车身 然后改一下它这个车身的颜色 好 我们知道如何导入这个第三方的模型之后呢 我们开始正式搭建我们的场景 好 这个车的集合我们不要了 我们点击右键删除层级 然后这个花束也不要了 我们点击右键把它全部删除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这个模型资产里面 这些文件全部都导入进来 我们按照那个集合来导入 我把这七个模型呢 放在了三个集合里面 那怎么导入集合呢 我们点击文件 然后点击追加 然后不要导入这个OBJ 你找到这个集合的文件包 双击哈 然后找到Collection 按着Shift选择这三个你要追加的集合 然后点击追加 它会自动加到你这个场景集合里面 因为刚才是把鼠标点在这个场景集合的 这个大文件夹下面的 这个草堆的方向不对哈 我故意是这样子 让大家练习一下 就是草堆的这个方向怎么把它弄对 好 这个草堆我是用粒子系统做的 它的这个粒子呢 正好就是这片小的细叶子 好 我们还是那个八字口诀 局部检查 正Z正X 我们切到这个局部坐标系之下呢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文件的这个呃 缩放和旋转 是不是都是0和1 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呃 坐标轴显示打开啊 好检查一下局部坐标轴Z轴往上 然后X轴向左 然后检查它的这个渲染里面的这个物体旋转要勾选上 好 这个就是局部检查 一个是检查坐标轴对不对 一个检查这个旋转有没有勾选上 然后我们在呃 局部坐标下按着R 然后把它旋转一下 让它的正Z轴指向它的正X的方向 这个草堆的方向就对了嘛 然后这个系草 你就可以不需要显示了 你可以把它隐藏掉 如果这个草的方向旋转方向不对的话 你可以点击你这个粒子系统 然后到这个旋转下面 把它这个相位修改一下 就是你看自己的草 你想让它往哪个地方弯 好 你还可以点击这个草堆 然后S把它缩小 就把中间它发散的这个小小椭圆缩小呢 它就会更加集中一点 看起来 好 这些模型都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正式搭场景 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搭场景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张参考图 大家可以按照小键盘的7切换到正式图 然后右键图像参考 你可以找到这张参考图 你找到这张俯视图 然后点击导入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拉大 拉多大了 你可以Shift A 新建一个立方体 看一下 以这个为参考 好 你看这个立方体的 它尺寸是2米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下面这个参考图呢 稍微拉大一点 拉到差不多16-7米的样子 可以直接以这个蘑菇为参考 你看这个蘑菇 我们显示出来有这么大 你就把这个下面这个底图拉到 跟这个在蘑菇看一下 不知道在这里也显得太大就行了 OK 我觉得这个大小就差不多的 好 我们开始一个个摆了 你选择咱们这张参考图 然后你把它的这个透明度呢 稍微降低一点 选择这张图片 找到这个图像呢 这个属性 然后点击这个不透明度 把它从1拉的稍微小一点 拉到0.2003的样子就可以了 深度选择前方 这样不会被你的这个模型盖住视线 好 我们再把这个立方体给删掉 这个不需要了 好 再来我们来挪动这个蘑菇的位置 大概挪动一下 你可以选择它 记住你这个蘑菇选择的时候 你可以像这样右键选择物体 这样的话 所有的这些子机都被选中 然后点击这边 然后稍微落下它的位置 然后所有放下它的大小 然后shift D复制一个 好 好我们先不用管它呃 它的这个上下的位置 我们只要让它在平面上看下位置 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好 我们shift D多复制几个蘑菇 把它摆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来摆一下这个树墩 把这个树墩打开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选中之后呢 把它作为速放一下 然后把它拿到咱们这个参考图里面 树墩的位置 好 这边我加个速哈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挪吧 因为你已经学到了第五章了吗 我们今天养的习惯比较好哈 就是我们每做一个模型 我们给大家单独打一个这样的一个集合的 叫包 这样的话我们找比较好找 还有像柜背竹呀 还有咱们这个这些树这些东西 我们都给打了一个 还有这个火也是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 呃 复极的一个控物体 这样的话 整个都可以一起提过来 好 最后我们把这个小狐狸 摆到这个修墩的上面 呃 我们现在只放一只小狐狸呀 虽然我们最终场景有三只小狐狸 但是我们现在只放一只 因为我们等会还要绑力 我们再复制好这个位置就摆好之后呢 我们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 作为一个地面s把它拉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这个地面加一张铁图 我们在这边拉出来一个新的窗口 然后找到桌色器编辑器 点击这个平面给它添加一张图像纹理 好 新建一个材质 然后点击这个原理化BSDF Ctrl T 好 自动给你添加三个节点 然后我们找到一张铁图 大家可以去你的附件下载这张铁图 好 这个草地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零 这个是摄像机视图 然后N 我们找到这个视图 然后把这个锁定相机构选上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按着鼠标滚轮 还有鼠标中键 去移动咱们这个摄像机的这个镜头的位置啊 好 我们来设置一下摄像机啊 在你调镜头之前 我们选择这个摄像机 然后到这个摄像机属性里面 我们把这个类型呢 改成透视 这个焦距现在只有50哈 所以你这个视角看起来就被挤压了 有点厉害 你可以把这个焦距稍微调大一点 调到120左右吧 我们是用这个鼠标中间移动这个视角 移动好之后呢 你把这个锁定摄像机这个勾选去掉 这个时候你滑动过轮的话 就不影响这个视角了 好 我们点击这个景深 然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勾选这个景深 用这个吸管吸一下这个小狐狸 你看 这个对焦就对住了 好 我们再把这个锁定勾选上 然后我们用水标中间稍微再移动一下这个视角哈 哎 你会发现后面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彩减起点太近了哈 你把它稍微调大一点 调到 呃 200左右 你后面的这些数就显示出来了 好 我们点击这个球 切换到这个渲染预览看一下 哎 没什么反应 是因为我们之前把这个这两个光照给它去掉了哈 这样的话你就显示不出来渲染效果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打灯嘛 所以你看这灯比较少会比较暗一点 但是你现在按F12 你渲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还切换到中间这个模式哈 然后我们用水标中间稍微调下来的角度 好 确定好之后呢 你把这个勾选去掉 这个锁定勾选去掉之后 然后N把它退出 那这个场景的大概的这个预览视图呢 我们就确定好了 好 我们点击这个摄像机 把它的这个焦距改到120左右吧 然后把这个接触点改到500 这样它拍摄的范围会更远一点 刚才我们建草地的时候 我们是新建了一个平面 然后再添加材质 再添加一个图像文理 这样比较麻烦 有一个内置的插件 可以直接帮你把一张图片变成一个平面 放到你的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到菜单编辑 然后找到片号设置 然后找到插件 好 我这是中文版了哈 所以你可以搜一个plan 英文版好像叫import image as plan 应该是这个中文吧 就叫导入图像为平面 勾选它 就blender就勾选一下 它就自动装上了 因为它是一个内置的一个插件 好 这个装好之后 我们把它关掉 到这个场景里面 直接shift a 哎不 你先找到一个 你想把它放在哪个机盒里面 我就放在这个大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个场景机盒 先点下它 然后shift a 然后找到图像 然后这边多了一个东西 叫图像为平面 好 你点击可以看一下 然后找到一张参考图 这个是我放在附件里面的 这种网上找了一张夜晚的一张图片 然后你把它摞到后面来 你看你加的时候的本身 它就给你添加了一张图像文理 就省了你自己再去做一个平面了 好 你把这个背景呢 放在咱们这个场景的后面 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偷懒的一个技巧 就是你用一张别人画好的图片 就直接作为你这个场景的背景 反正也看不出来 我们把这个坐标体系 还是切换到全局 这样我们观察起来 会更加方便一点 好 我们零切换到这个摄像机 试图看一下 如果你想把外面这些边框 东西都都隐藏掉了 你可以点击这个摄像机 然后到摄像机这边有一个图像显示 你把这个外边框变成一 外面就全部都变黑了 就只能看到你这个摄像机镜头拍到的部分 好 我们把右边这个呢 变成一个3D的试图 然后切换到咱们这个试图预览模式 然后左边的这个呢 我们就当成一个摄像机预览吧 就等会我们在这边 在右边这边调位置 然后左边呢 我们就看到我们最终渲染的这个样子 好 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细节 比如说这些树的位置啊 角度呀 还有这些蘑菇的角度呀 我们都把它可以旋转一下 让你这个画面更加有层次 然后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调 还未必需要按照我这个方向 这个草看起来像个莲花 你可以到它的这个粒子系统里面 找到这个旋转 然后把它向外稍微改一下 让它像这样转 你看这样才像一个杂草 稍微改一下它的大小 好 接下来我们来改一下这些蘑菇的这些颜色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蘑菇用的是一张粉红色的贴图 所以没法直接改颜色 好 我们找到它的这个材质 我们可以到这个着色边境器里面 找到这个直接在这边改 想到你等会自己拉窗口了 我们用了两张贴图 一张是树纹贴图 然后这边是一个斑马纹 斑马纹我们用的是那个彩色的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黑白的 好 我们不要直接改成黑白 我们取消 我们要新建一个材质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所有的 你想这样点下去对吧 我们考虑自己撤销 好 我们选择一个蘑菇 然后我们不要直接在上面改 我们在这边点击这个按钮 新建复制一个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之前的材质 你可以改个名字叫new 然后你再把这个章 就是这个斑马文章粉红贴图 变成这个黑白的这个贴图 黑白贴图好处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用一个 颜色渐变转换器去改 它这个黑色和白色的颜色 好 我可以点击这个黑色的标签 我给它这个黑色改成一个深红 然后给这个白色标签改成一个浅红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红色的蘑菇了 然后后面这个蘑菇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也是把它改成一个颜色 选择这个蘑菇 我们给它 我们用刚才那个new的那个节点 不要直接改 你要先复制一下 这样的话 想让它会影响到那个红色蘑菇 我给它改个名字yellow 然后你再次可以大大方方 改它颜色的 给它一个深黄 一个浅黄 好 我们这个场景算是做好了 那下节课开始 我们开始正式给这个场景打光 我们下场课再见 Cut Chips MING PAO TORONTO